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说老师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有没有别的方法还是 当然有 有没有别的函数 我们不要用什么 R E P D U L E N 然后又要删去简化 这样感觉好像太复杂了 那有没有别的函数 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如果有更简单 那当然用简单的 不要每一次用复杂的 所以我建议 第一个你们 把这个中华练习的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那复制的话呢 复制工作表最简单的方法 就拖拉加Ctrl键 拖拉的时候 再按一下Ctrl键 然后再把你的左键放开 它就会复制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复制一样 因为我要换另外一个函数 来练习 那我们哪个函数呢 你可以把这一个 挖弧2点两下 我们把它改成叫 T E X T 那T E X T这个函数 其实非常重要 OK 而且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呢 很多地方 如果你会用这个函数的话 很多问题就简单 很好解决 但如果你不会 那就麻烦了 OK 所以我建议啦 如果你完全没用过这个函数 你一定要学一下 不然的话 我发现很多地方 你一定会遇到问题 而且无解 但用TEST就解了 OK 那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说怎么样利用TEST 来解这道题呢 首先第一个当然 我先把这个范围先delete掉 这个范围选 游标先放在E 4吧 然后我向下选取比较快是Ctrl Shift向下 这样 OK 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自己慢慢选 可以吧 但是 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学效率 OK 再做一次 OK 游标放这里 如果你要选到最下面呢 就按下什么 Ctrl Shift 然后再加向下 Ctrl Shift向下 这样这支都选到底了 然后你再按delete就好了 OK 这个快速键 我今天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不然工作上 你不会这个快速键 你要选到底 就慢慢拉吗 一直学 然后有时候它过头 这样完全没效率 其实顺便还可以学一下 Ctrl向上 Ctrl向下 Ctrl向左 Ctrl向右 这个Ctrl键按住向上左右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移动 都可以用Ctrl键的移动 这个可能慢慢学起来 加上Shift就是选取的意思 所以Ctrl Shift向下 Delete掉 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把这个 84跟7 变成三码的话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按右键 出生个格式 你说格式 是怎么做呢 制定 预设是通用 刚刚我们有用到文字 其实 这个格式里面 再更进阶级有制定 制定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的那个格式的样子 也就是上面格式没提供 你也可以自己变出你要的格式 比如说我要三码 三码怎么 一码就是一个零 零的话就是数字 所以你可以在制定里面的 这一个格式里面 Delete掉之后 我要三个数字 就三个零 OK 三个零什么意思呢 他意思就是说 我要三码 的意思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084 007 你说老师那这样很方便 我就直接这样改了 就OK了吗 但是跟各位讲 什么叫格式 格式的意思就是说 表面上看到 但实际上不是 对 假的 假的哦 他不是 你说老师我看到是084 但实际上 你如果把油要放在这里 你看一下上方的这个 有没有 他还是84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真的要把它变成084 那是怎么办呢 OK 其实啊 特别注意哦 你要想到有一个函数 如果你要真的把 格式的内容 变成真正的那一个结果的话 那你就需要用到一个函数叫test 特别注意哦 只要你将来有必要 把那个你看到的格式 转换成真实的那个样子的话 那你就要用test 所以test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 那可是你说老师要怎么样把它变成 084跟07 我把它坎错字一下 复写一下 我在旁边点一下 插入函数 这个时候呢 我用那个什么 用test函数 那一样 它是在 文字类函数嘛 所以你就插入函数选择文字 然后呢往下找到t开头的 t在这里 ok 那它会需要两个参数啦 一个是value value就是资料啦 第二个是format test 什么叫format format就是格式化 格式化的文字嘛 格式化文字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字片里面的 那就是三个0 所以我直接按确定之后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变08是很简单的 资料给它 那format test tester记得 反正你只要它test 你就加前后双以后就对了 你说不加就不可以 其实在这里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这里是不行的 记得 一定要自己加一下前后双以后 因为如果你没加 你等一下试试看 一定会出错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会帮你把84 的数字 因为这个格式的关系 转换成08式的 特别是一个文字 因为数字没有那种0开头的 文字是可以的 所以这样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08式就有了 而且你会发现它一定靠左对齐 文字一定靠左对齐 数字才靠右对齐 所以这个做完就像又填满 007也就有了 那所以 如果比起来的话 Texter跟 这个 IEP 简直简单太多了 对不对 因为 最重要就是说这个Texter 我只要给 这个资料 加上这一个format test 就OK了 另外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以后Texter 记得一定要前后双以后吧 像这个没有 没有加 你按确定 我看一下 它就变成这样 就错了 它就不OK了 所以记得以后只要看到参数 前面只要有Texter的名称的话 反正你不做多联想 反正它就是一定要你加上前后双以后 OK 这样 公司我就可以把它套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是等于 一样吧 刚刚我们 09 这个就简单的 然后 end 这一个 然后再end 一个简号 然后再end 我们后面的这一个 我看就直接把这个公司 直接把它贴过来好了 所以这一串 当然就把它复制一下 拿过来 加一个end符号 然后贴一下 打个go OK 08是有了 后面的话呢 再用end 一样的方法 跟刚刚还蛮像的 然后贴上之后 这边把它改成 h4 然后打个go OK 向下填满 而且这个公司好像相对比刚刚简单很多 OK 所以跟各位讲嘛 你说我是那是不是说 除了这个第1个解法跟第2个解法 有没有第3种解法 绝对有 你可以想想看 只是说第3个解法有没有比第2个解法更简单 如果没有更简单的 那你其实就留那个记忆 这样test 如果你学过之后 你应该就不会想说 要用REP加NLN OK 所以最后你要找到哪一个函数 是最简单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我再切黄给各位一下 test这个函数 最后一会儿 那么 这么多 最后一会儿 这么多 我